享日之夜,又如虎海,顷客之间,随即鲜鸣,在数六逼人的夏季,带一串金脉时,从交错文里间纵情,不拘留福,解除陈磊,法规自然,端的意愿中,眼前逢巧物,窗下有清风,除去凌龙一枚金脉时,喝一硝白鼠,若说起为何偏爱金脉时,理由不胜没去,打着路巧的脉路。 打着路巧的脉路,每一种都有着令人诚意的美感,要在自然环境下形成,所以形态千变万化,有的如蛟龙出水,有的如五月凝重,还有的如盘根错节,即便是小鹿螺岸,也因不同的金脉纹路而却为十足,实质上甲与金脉之奇并行不悖,精品金脉时纹路清晰,线条流畅,实体洁净,色彩缤纷, 有良知玉般的温润,其大套傻无杂质,脾质后中有光泽,或混元,或相形,脉纹或粗幻而囚禁,或逆急而细腻。 金脉时每一颗都极其珍贵,金脉时每一颗都极其珍贵,具有为仪性,稀缺性,艺术性,每一颗都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,更是大自然留给人类的国品。 一颗深远,更古绵长,一颗深远,更古绵长,太过时光,复约而来,一时进来世间去,虽不能言最可人,亦可静脉体现了像,与一完美统一的圆满境界。 不得不让人感受到天意之睿智,自然之伟丽,让人些最神识。 他本人格化神月,十坚针,不随波逐流,十沉稳,不服调性狂,十唇调,不装强弱势,十宁静,不喧扰古噪,十单薄,不虚荣好名,十恒酒,不半途而废,十沧桑,不宜老卖郎,千寝人成名之心,思辨之事。 筋脉式的品类丰富,且一呆,筋脉式的品类丰富,且一呆,场景有表面平滑光亮的普通马老珠,花点与筋脉混搭成串,亦有单纯的独色筋脉或单色续筋脉成串,构思与材料的碰撞,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美,精致的佩戴,呈现出独特的视觉享受。 春夏秋冬,风水轮流,揪不住的时光,闲不住的岁月,静脉十千年走一崖路程,不言苦痛,不吻沧桑,四那梨花,风吹雨打,喜尽千华,清运游存,四那画卷,今年以后,依旧斑斓,寺内高山流水,万言产年,在这个夏天,爱的千千万万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